那九二公司不讲 你又跑出来一个什么 要谋合啊 然后说要这个 B站 怎么B站法呢 所以这个要说的明白 不要乱喊口号 我觉得 所以马英九 你应该好好回答 你说B站怎么B站 怎么B站 你说要这个 呃呃呃 谋合怎么谋合 讲清楚啊 其实我 我很愿意说 跟马英九 苏起或者蓝营谁 我们来辩论 对不对 他不敢啊 对 送了很多 邀请说 哎来来来 我们来骗论 不敢啊 就只敢乱讲 骗老百姓 对不对 这是不对的 郭民党这 呃 过去 呃 一直在 讲一些 我认为就是喊口号 马英九一直说 以前讲什么 九二共是一种各表 说这样子可以带两岸和平 就现在 完全 没有啊 这个 大陆很清楚 所谓的九二共是就一个中国 根本没有各表的空间 那么你是不是应该说 跟大家讲说 以前这个口号已经失效了 没用了 或者失败了 那你到底现在 那九二共是不讲 你又跑出来一个什么 要谋合啊 然后说要这个 避战 怎么避战法呢 所以这个要说的明白 不要 不要乱喊口号 台湾现在面对大陆威胁 这个很真实的啊 我们一定要团结 你不要在那边那个 呃 一定不放弃武力 那么 那么你 你要怎么 你要怎么应付这个情况 怎么避战呢 不要乱讲啊 你叫他避战 怎么避战 你要去谋合 怎么谋合 这个都要负责任 尤其在我们现在情况 大家需要团结 要一致 对外的时候 你在里面 胡说八道 让大家这个 搞不清楚 这事实是很糟糕的 所以我觉得应该要 大家去问这个 马云九 或者苏琪 苏琪常常在讲说 大陆打台湾 只要一天台湾就投降 这是非常可怕的一个讲法 如果是我这样讲 你要是说乱讲啊 可是你做过国安局 秘书长 国安会秘书长 你讲的话 一定有很高的可信度吧 那你将是不是刺激 解放军一定要来供台湾 蔡总统讲 台湾跟大陆 是两国 富不隶属 这个是绝对有助于 保护台湾安全的 因为我们因为富不隶属嘛 所以你打我们就是侵略啊 可是你每天去讲说 这个什么一中啊 什么这 就讲的人 人家以为台湾就是中国的领土 中国的领土它打你它不是侵略啊 它是平定内乱啊 那么外国也不能干预啊 我觉得所以马英九 你应该好好回答 你说避战怎么避战 啊怎么避战 你说要这个 呃呃呃呃呃呃 �over怎么磨合 讲清楚啊 其实我 我很愿意说跟马英九 苏agne 或者南赢神来 我们来辩论 对不对 她不敢了 对 送了很多邀请说 来来来来 我们来骗论 不敢了 就只敢乱讲 骗老百姓 对不对 这是不对的